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年低价PC的变化 尤其是低价笔记本这一块 我记得我2014年去帮朋友到线下挑3000多的机器 结果要不就是奔腾的核显本 要不就是配了一个720M、820M这类机类显卡的坑人本 挖掉独显以提升性能系列 再要不就是APU的机器 相信很多同学还记得这个G50 学霸机 买回来就好好用系列 可以说要想买到又便宜又至少靠谱一点的笔记本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是去年2018年 34000的低价位突然冒出了一大批 搭载了锐龙APU的笔记本 吸引了很多低预算的学生党的目光 锐龙在台式机上已经是阳明四海了 可是笔记本的APU表现又如何呢? 能不能玩得动各种游戏 能不能胜任各种工作呢? 我们今天就嫖来了一台联想小新的14锐龙版 一起来看看红军在笔记本上的表现吧 我们手上这一台小新14在618的售价是3699元 搭载了Ryzen 5 3500U处理器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台机器拆开 先来聊一聊这台机器的具体配置吧 这就是咱们的主角 Ryzen 5 3500U 这颗低电压处理器是今年年初的CES上推出的 用了GF的12nm过渡工艺 四核八线程 极频2.1G 加速最高到3.7G 它相比英特尔阵营的优势在于GPU 这里面的核显用的是Vega 8 有512个流处理器 具体什么样的性能 我们待会玩点游戏来看看就知道吧 镇压这一颗Ryzen用的是单风扇 单热管的散热 看来很自信啊 我很好奇它的温度表现会如何呢? 虽然这一颗CPU标称只有15W TDP 但是这一台联想小新给的TDP还挺宽限的 实测单CPU满载的时候 前10秒可以飙到30W 频率可以达到3.1G 后面也能保持住25W CPU的频率保持在全核2.9G左右 我们又运行了一下全面战争三国这款 同时是CPU和显卡的游戏 功耗情况如出一辙 但是GPU一上来 CPU和GPU就会有一些抢电 CPU这边的频率还是会受到一点影响的 总的来说这台机器的调教还是偏激进行的 看得出来AMD给厂商留了不小的发挥空间 低电压Ryzen的TDP宽限幅度很大 在单管单扇的这种散热规格下 我们又通过P95来单烤一下CPU 初始温度墙定的有点低 只有72度 然后就会开始降频降压 而在运行游戏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玩了一段时间的守望先锋 温度可以保持在70度左右 如果不折腾的话 这个散热基本够用 我们再来看看这台机器的其他硬件 这里是内存 内存配备了双通道的8G2400 正面一根4G可以更换 背面板载了4G内存 对于核显来说 内存就是显存 双通道显存未宽翻一倍 所以说核显本是一定要配双通道内存的 对于性能的影响比较大 这台机器的硬盘 在这里和这里 256加1T 两个盘都是悉数的 这个固态是SN520 PCIe 3.0×2的盘 实测顺序读1738Mbps 顺序写944Mbps 性能在笔记本里也算是合格的了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感受一下移动端Ryzen的性能 看一看APU的笔记本可以做些什么吧 对比的机型是Surface Pro 6 搭载的是i5-8350U 但是我先给你们打好预防针 这个机器是被动散热的 所以说这颗83550U的实际表现也就是8250U的水平 为了公平几件 每个测试都会等这台机器完全冷下来之后再做 首先我们来跑一个CityBench 来看看Ryzen 5 3500U的性能 得分615分 和i5-8350U半斤八两 略强于台式机的i3-8100 然后我们来看看3DMark的成绩 这颗Vega8核显达到了图形分2362分 性能比起英特尔的UHD620核显当然是强了很大一劫 但是依然不如8瓦残血版的MX150 这样的配置我们一般会期待玩一些什么游戏呢? 可能路阿路吧 那我们就先来试一下路阿路咯 首先1080T最高特效下平均可以跑到58帧左右 稍微激烈一点会掉到50帧 即便Ryzen 5 3500U的核显理论性能强一大劫 但是在路阿路中的表现却反而不如Surface的i5 从GPU的频率和利用情况来看 即便是开了最高特效 GPU也立直处于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吧 感觉CPU平静的可能性比较大 等我们把特效拉到最低再来打一会看看 这下帧数确实提升上去一点 平均可以到70帧左右 团战的时候激烈一点依然会掉到60帧 路阿路这个游戏就比较吃CPU 不吃显卡 而且对于Ryzen也不是很友好 所以咱们的APU是没有办法发挥出优势的 所幸这也不是一个帧数要求特别高的游戏 60帧和120帧在路阿路中并不会有明显的区别 不像接下来的这款白给大作 哪怕用普通的显示器 也能感觉到高帧率的流畅 那我们首先就以全特效来运行一下CSGO 果然情况也不算很理想 平均跑到37帧 当我们把特效全部开到最低之后 流畅度高了不少 平均能跑到63帧 基本上实际玩的时候 全程可以维持在60帧以上 虽说这个成绩并没有比隔壁的英特尔核显领先很多 但偶尔白给一下娱乐一下也没什么大问题 体验的话就不要把太大的期望了 这里的悖论就在于 Vega 8最适合玩的就是这些竞技游戏 可是这里面有很多的游戏又偏偏是比较针对Ryzen的那一批 对比之下成绩往往不是很好看 所幸这些游戏本来要求也比较低 说跑不动也是不可能的 再来看看对AMD优化比较好的竞技游戏 比如说Dota 2 在Dota 2中如果我们特效全开的话 平均可以跑到30帧左右 终于是甩开了英特尔核显一大截了 对于玩自走期的同学来说开最高特效也已经可以流畅的玩儿了 但要想在Dota的团战中获得最佳的表现 最好还是把特效降到最低 这个时候比较激烈的团战依然会掉到40多帧 但平时可以跑到60帧左右 将就一下玩儿基本没有问题 而在守望先锋当中 我们跑个1080P最低特效100%渲染 平均可以跑到40帧左右吧 这个表现虽然不怎么样吧 但是比起隔壁的i5还是强了很多 当我们降低到50%渲染之后 基本上游戏可以全程保持70帧左右 流畅的运行 这个时候的画面就比较模糊了 但是体验上肯定是比40帧的全分辨率舒服很多 再来试几个压力更大的游戏 比如吃鸡 吃鸡在英特尔核显上是绝无可能流畅运行的 而在这颗APU上我们开到最低画质100%渲染 平均跑到个20帧左右吧 看起来有点惨啊 但是20帧依然还是有希望的 那我们把渲染倍数降到70% 这一下游戏终于可以跑到30帧左右了 再怎么说虽然不一定能吃到鸡 但是也算是能玩了吧 那么更大型的游戏还玩得动吗 来试一试 只狼 1080p低特效 平均17帧 哇 这个简直就是双重受苦啊 当我们把分辨率降到720p之后 游戏总算是流畅了不少 平均运行起来接近30帧 可玩性大大提高了 但是嘛 这个游戏的体验其实和电脑没有太大的关系 毕竟你这么菜配置再高又有什么用呢 最后我们再来试一个极限挑战 我们来匡扶一下汉室 有请全面战争三国登场 那么这个游戏自然也不用说 肯定也是开到最低特效了 渲染倍数我们先试试100% 跑一下官方的benchmark 果然这个游戏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你看这战斗激烈的时候 CPU甚至可以吃满了 游戏的平均帧数可以跑到20帧左右 感觉还是有点不够用了 所以说我们把分辨率比例降到50%再来试一试 哇 这个时候的画质简直堪比PS2时代 但是帧数确实获得了大幅提升 咱们平均可以跑到36帧流畅运行 对于全战这样一款对帧数不太敏感的测量游戏来说 已经完全够用了 从我们的测试结果不难看出 VEGA8这颗核显毕竟还是给轻薄本准备的规格 你想要当成正宫来玩游戏那是不可能第一 但是绝对能满足你临时顶包的需求 比如说你出差在外想要上个活动做个任务 或者说被朋友催着开个一两局黑 那还是搞得定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套Ryzen平台如果用来干专业的活有稀吗? 我们给这台小新14的锐龙版装上了Lightroom 来看看修图的表现如何 基本让我们修A7R2拍摄的RAW可以做到实时响应 并没有出现什么延迟 软件的界面也算是流畅吧 导出速度方面相比英特尔平台仍然要慢一些 我们47张RAW图片花费了3分08秒的时间 而Surface则花费了2分12秒 Lightroom对于单核和内存性能还是比较倚重的 另外这一块屏幕其实也不太适合精修 因为实测下来这个是45%NTSC的屏幕 所以修图肯定只能将就一下了 那么这个Ryzen的笔记本 简视屏可以吗? 简视屏对于硬件的要求可是很高的呦 我们给它装上了PR来试试看 实测A7S2的1080p60帧的素材 开1分分辨率 如果不套调色文件的话是可以流畅剪辑的 套了调色文件之后 全红的时间轴伸减就非常困难了 CPU占用率可以吃满 显卡却很难利用上 基本上要想跟手是不太可能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先预渲染一波了 等待一段时间 时间轴全绿的情况下 剪辑就会比较顺利了 全程跟手不吊针 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卡顿 唯一的不足就是内存被核显分阻了两个G 剩余6G如果要在PR里捡个大项目还是比较吃紧的 分走两G显存应该是AMD PowerReady的默认选项 如果你对于内存需求比较大的话 也可以在BIOS里设置只分1G显存 情况会稍微好一些 总的来说像这种Ryzen轻薄本 如果只是出门在外 捡个手机或者微单拍的1080pVlog什么的 基本没有问题 最后我们还试了一下直播 OBS能不能跑得动呢 我们首先来试试FAST预设 6000码率直播 糟了 这个CPU占用率直接占满了 那不用想了 这个直播肯定卡的不行啊 你看没错吧 录出来的片子常常会出现掉帧 所以我们得降低一档预设 降到FASTER再来试试 这下我们的直播就流畅了很多 占用率在60%到90%之间浮动 不太容易出现满载的情况 而且这样录出来的画质还可以 那我们也是确认Ryzen 5 3500U 是可以用于直播的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很有意义 比如说出门跑一个发布会 就不用再带一个特别重的游戏本了 这种比较轻的机器 也可以干一点这种脏活累活 你们知道吗 咱们去台北的时候 隔壁的翼王用的就是Ryzen的轻薄本 来直播AMD的发布会 当然了 我们这里所说的直播 指的当然是采集卡 或者是浏览网页这类的简单的玩法 如果你是要直播本地游戏的话 那肯定就需要一看更强劲的机器了 这种轻薄本肯定谐逼了 看得出Ryzen APU的性能 比起以往已经有了很显著的提升了 虽然说临时不能当饭吃 但是冲冲机也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我说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零食当成饭吃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Ryzen再压榨一下 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就来教你们一招狠啊 如果你现在就在用或者打算换Ryzen笔记本的话 赶紧听好了 首先下载一个软件叫做AMD Muleproof 这个是AMD官方的检测软件 你用第三方工具测出来的数据会不准 用它就可以准确地测出CPU和GPU的频率 功耗还有温度等等 对于你了解自己机器的调校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还需要下载一个软件叫做Ryzen Controller 这个是国外的发烧友做的第三方调控工具 通过它你可以控制APU的功耗墙、温度墙 还有锁屏 都是很实用的调校功能 这两个软件的地址我都会放在视频的简介里 如果想折腾的话可以去下载一下看看 那么我们打开了AMD Muleproof 选择这里的第二个 如果这第二个选不了的话 你可以先尝试净用Windows的数字签名 进去之后我们把Power功耗勾上 Frequency、频率勾上 还有Temperature、温度也勾上 然后我们点Start它就开始记录了 那我们通过跑一遍R15 就可以得到这台机器的分值30W 长时25W的这么一个功耗数据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打开Ryzen Controller 把这台机器的功耗墙全部定在30W 然后我们把它的温度墙提到90度 电流限制给它拉到65A 这样一来我们再来跑Ryzen Controller 你看现在就可以全程保持30W了 频率也提升到了3.1G 跑出来的成绩也高了不少 这一招在游戏里的提升更加的明显 比如说我们在全战三国里试一下 瞬间CPU的频率就上去一个台阶 GPU的频率也高了快200MHz了 CPU和GPU终于不抢电了 提升相当明显 放宽功耗墙可以有效地改善Ryzen APU抢电的问题 所以只要你的散热足够好 我都建议尝试一下 但是30W就差不多了 再往上的话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就不太建议你们做得太绝了 其实说到Ryzen笔记本 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倒不是性能 Ryzen的性能我们是放心的 但是续航? 这个可是AMD老大男的问题了 在2019年有没有解决续航的问题了 我们来试试看 这台小新14锐龙版的电池容量是52.5Wh 实测PCMark 8的续航测试成绩为5个小时 介于超级本和游戏本之间吧 PCMark的负载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实际在这台机器外出码字的时候 差不多用了个7个多小时吧 基本上可以满足一天的工作需求 另外这台小新还有个细节 是这个摄像头的硬开关 之前在入门的笔记本上不太多见到 如果你办公经常需要用到视频的话 这个功能还是有用的 省得你自己拿胶带贴上了 毕竟对于企业用户来说 隐私问题还蛮重要的 今天我们算是把小新14这台Ryzen笔记本的 性能续航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分析了一个遍了 我能明显地感觉出来 Ryzen这两年在能耗比上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尽管移动端的Ryzen现在依然没有做到近善近眉 可能功耗上依然和英特尔平台有差距 续航肯定会比超级本差一些 但是性能和发热方面终于是一雪前尺了 而且少了一两个小时的续航 却换来了好几百元的优惠 这个买卖我觉得很多同学还是愿意做的 现在市面上的Ryzen笔记本价格实在是很香 比如说这台联想小新14的锐龙版618就给到了3699的价格 另外这台机器还有一个1TB纯固态的版本 1TB 价格是3999元 如果你对这两台机器感兴趣的话 我们在视频简介里也留了相应的链接 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长按点赞键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